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的那我們今天 來一起進來看一下我們更新的什麼東西 這一次沒有跟上那個美國直播的影片 為什麼今天沒有跟上 我昨天在發聖誕雷歐娜的時候 就發完之後 在錄完之後 應該是說前天 我前天錄完雷歐娜 然後但是就先把它做一個影片而已 編輯成一個影片而已 然後昨天啊 昨天就不知道怎麼樣 應該是 應該是 吃到不好的東西吧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凌晨4點的時候上來跑廁所 拉肚子 然後下午去看醫生完之後回來又拉一次了 我天啊 所以呢我整天都在虛脫的狀態啊 喔 真真是的 各位啊要好好保重身體啊 真的啊 健康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呢我就沒有去 這兩天 這兩天 在 精神狀況不好的狀況下啊 都在休息啊 所以就沒有 沒有跟上那個 沒有跟上論壇的那個更新的內容 我知道有更新 但是 更新內容 就是開發者筆記的那樣 但卻 就是後面沒有 沒有再繼續追蹤 追蹤那個更新的內容 然後 然後就 就在 都在養 就在 就在休息的狀態啊 所以各位真的要好好的那個保重一下 最近冬天啊 天氣很冷啊 要多加點外套啊 不要讓自己感冒啦 對啊這兩天 拉肚子真的是 真的讓我有點 不舒服啊 還有我本來 本來昨天是要上班的 但是臨時跟主管請假 哇 不好我真的受不了 好的 那我們一開始就看到了 這個更新的UI畫面 還有這個 冬戀信使 傑尼 哇 更性感喔 好不好更性感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叫做是 這個 這個UI啊齁 是可以讓你看到整個畫面 還有將一些 還有將一些那個內容優化 那個畫面去做優化 然後有新增一些 那個 成長副本 的那個 關卡 好不好 成長副本的關卡 好的 那我們就一一來看一下齁 那我們先點這裡 論壇現在齁 你要輸入帳 還有輸入序號 有沒有 今天 今天的那個 美國直播完之後 的序號呢 那 在我的那個影片裡面 也會有啦齁 那就是 在哪裡 更新完的 更新完的 登錄序號是在這裡 旁邊這一個有一個手機型的 手機型的 手機型的一個 一個畫面 點進去之後呢 它有 它有把一些 相關的把它移出來了 所以它有圖鑑在這裡 然後設定 輸入序號 它獨立出來了 好友 社群 論壇 論壇在這裡 簽刀簿 帳號連動 所以你要從這個 輸入需要這個地方 有一個 Livestream Coupon 這個地方就是把那一些 都把它登錄進去 這一次 短短的更新 只 只有 1000元紅寶石 好不好 1000元紅寶石 真的是 極限門提 還有一些 那個素材 對不對 那我們點一下論壇 我們來看一下論壇 開發者筆記看過了 這個是什麼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是維護通知 維護通知 那 新增格鬥家戰鬥卡 然後這些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更新的什麼東西呢 那更新詳情 跟大家講一下 那CM雅典娜跟大家講話 今天我將對12月22 套用的更新內容 就是開發者筆記看過了 進行介紹 好的 主要是這一些 那我們看一下 新增格鬥家與戰鬥卡 格鬥家 就是這一位啦 好不好 這一位 傑尼 傑尼 東鏈信使傑尼 東鏈信使傑尼 直卡 AS角色 那戰鬥卡呢 它可以用原本的 它的那個特殊卡 可以用它原本的 原本的 那個01傑尼的那一個 那個戰鬥卡 那更新後呢 有新的戰鬥卡 套裝卡跟屬性卡 套裝卡就是可愛霸主 可愛霸主 那三個套裝 那屬性卡就是和 李依林騎士一起 它是李依林騎士團的團長 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一個內容是什麼 那調整格鬥家平衡 調整格鬥家平衡 除了下面介紹格鬥家之外呢 其他格鬥家也在進行調整 目前正在進行平衡測試 我們將盡快的完成測試 並通知大家 第一個 主角光環來了 主角光環 不能讓八神專門於錢 好不好 不能讓八神專門於錢 那一三陰巢金 一三陰巢金 更新後將套用以下 紅色標註的效果 果然 陰巢金提升了 陰巢金提升了 那它的主動技一呢 它的主動技一呢 那7秒內攻擊力增加28% VPP專用命中時 包含防守時 對方3秒內無法翻滾 WOW 主動技二 那它發動的時候套用超級護甲 那技能命中時 10秒內自身的能量草獲得量增加70% 敵人的能量草獲得量減少70% 就是對方減少你增加啦 吸取內力的概念啦 受到攻擊時可使用 戰力使用 WOW 戰力使用這個就不錯喔 那對敵人 這個第三主動技能 5秒內 爆擊率增加18% 爆擊率增加18% 3秒內套用超級護甲 3秒內套用極限護甲 極限護甲 極限護甲 主動技二還有套用超級護甲 WOW 所以它 它有超級護甲 然後又有3秒內套用極限護甲 極限護甲就是超級護甲跟傷害免疫 哇不錯耶 5秒內增加爆擊率18% 那它的被動核心技能呢 傷痛傷痕 爆擊命中時對敵人造成5秒內焦熱傷害 每一秒造成攻擊率30%的灼傷傷害 爆擊率減少80% 防禦率減少30% 哇靠 攻這個就爆好了耶 攻擊命中時5秒內貫穿率增加400% 哇呼 最多重疊5次 5次就2000啦 所有效果均匀MAX的階級為準鞭鞋 喔 來03泰瑞伯格也更新了喔 泰瑞伯格主動技一呢 8秒內攻擊力增加28% 使用時套用超級護甲3秒 受到攻擊時可使用喔 那主動技2呢 3秒內傷害免疫 能量炒在2個以上 命中敵人史 使敵人3秒內無法翻滾 哇他還是吃能量炒耶 命中時100%的機率造成對方防守 哇卡破防啊 武士對方防守 武士對方防守 於4秒內期間無法防守 幹我的天啊 這個就是主角光環啊 主動技3 技能命中時7秒內自身能量炒 獲得量增加15% 受到攻擊時可使用 僅限戰力 哇他有兩個完全是 你攻擊他的時候 他有兩個技能是可以讓你反擊喔 攻擊時可使用耶 哇靠 讚 主角光環 終於提升了齁 特殊卡更新後套用以下紅色的標記部分 V字金句這個應該就是那個雷歐娜的三七必殺 那瘋娜就不能搭配啦 V字金句呢使用技能時10秒內爆擊率增加10% 里千二百七世 暗消 這是誰的啊 喔這是那個瘋八的 那這個技能使用技能時10秒內主動技傷害量增加20% 哇哇哇哇 這個只有瘋八可以用 欸不對喔 這是那個一般的八神耶 因為他本能八神跟那個瘋八不能不能裝備 好的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時間競速挑戰 好不好時間競速挑戰 時間競速挑戰 時間競速挑戰增加了新模式時間競速老手 好的由於添加了時間競速老手模式呢 調整了時間競速挑戰的進行時間 好不好 時間競速輕量級12點到11點 禮拜一喔 1到3 12點到11點59分 那時間競速大師級呢 就是禮拜三到禮拜六 那老手級呢就是6到1啊 好不好 6到1 注意這個時間齁 所以呢他原本的設定到晚上11點就不能進去啊 那個就已經解除了喔 就到隔天的12點喔 11點59分 那冠軍聯賽大師級呢 冠軍聯賽添加了大師級齁齁 那電視大師級的時候有什麼呢 冠軍聯賽大師級進行日程 那就是12月28到1月4號啊 1月4號 開啟時間呢 6到8 12到4 然後10到12 那這個三個時段齁大家要注意哈 那新活動呢 活動積分沒有聖誕老人的聖誕節 通關關卡累積積分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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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一登錄的時候你就可以選聖誕節的格鬥家 去跑那個超級任務 那我選的是那個聖誕維浦 好不好聖誕維浦 那隊伍接力副本呢 聖誕成可按 聖誕成可按 那AX的轉盤就是伊莉莎白啦 哦伊莎白哦 每週HopTime的活動啊真的是減少AP啦 好這個禮包就大家看一下 就是課金的禮包呢 看你需要什麼就課什麼 不要客氣哈 那內容改善呢 UIUX啊 那個主介面啊 就是故事副本戰鬥 哇這個這個介面改得非常的非常的大 剛剛李白在玩的時候差點有點 有點分不清楚東西在哪裡 摸久了就就習慣了 五豆腸啊 五豆腸本來有兩種啊 現在已經合併變一種了 一變一種了 那五豆腸的部分階級獎勵啊 也有變更啦 那戰鬥卡合成呢 就看我們那個開發者筆記獎的 四星三四五都可以合哦 那五星呢就有機率可以拿到六星 好不好 合照六星 那這個成長副本呢 經驗核心跟金幣呢 都有增加了那個藍異度哦 所以要去打哈 打了就有紅寶石啦 所以考驗副本增加了掃蕩功能 好不好那一隻蜘蛛都 終於可以用掃蕩了 好的這個有一些哦 就大家自己去摸索哦 最大的就是這一些啦 好的那我們一次看看完了 像聖誕老人許願這個活動 那12月12到12月24啊 然後活動期間在問卷調查中 五個道具選一個道具 我們將會投票最多的發送給大家 哇塞水哦 那我們來選一下哈 請選擇從KOF KOF聖誕老人最想獲得禮物 KOF All-Star 格鬥家十連抽 哎 說真的哦 我比較喜歡這個 彩虹戰魂300啊 我跟你講這個比較重要啦 後面你拿你抽到很多格鬥家 你就是需要戰魂來提升啊 對不對 加倍膠囊100個選擇箱哦 看這也不錯耶 但是我還是喜歡彩色戰魂 然後我就選彩色戰魂哦 送出 感謝您的參與 好了各位大家趕快許願吧 好的 好的 那我們這個就是論壇的那些活動內容 然後活動內容 那我們再跟大家看一下哈 超級任務 我選的是微卜 所以你只要用那個微卜的內容啊 你就可以拿到他的那個 角色 跟一些素材 那我們超級任務 那個轉盤 伊莉莎巴轉盤 那當然就是不陌生啊 大家都知道了 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的就是故事集 故事集這個地方 有一個沒有聖誕老人的聖誕節 這個就是 副本通關 好不好 副本通關 一共有三個模式 四個模式 第四個模式會七天後開啟 那這個大家也不陌生 就是通關 然後你用下面相對應的角色 去通關 你就可以達到他的分數 分數最高10萬 10萬你就可以拿到 全部的素材跟獎品哦 那 最後一關就可以拿到那個金幣啊 你就可以換交易所這個地方交易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不陌生啦 那故事跟史詩還是沒開放 跟原來一樣 那副本這個地方呢 成長副本 剛才所講的金幣 金幣下面 多了 兩個關卡 好不好 多了兩個關卡 下面多了兩個藍一度 好不好 多了兩個藍一度 那我們的經驗副本 多了一個藍一度 對 經驗副本是多了一個藍一度 那核心副本 多了兩個藍一度 我剛剛都打完了 然後紅寶石就到手啦 好的 然後這一個 再來就是那個 挑戰副本 挑戰副本就在這裡啦 那個這個就是 可以賺金幣的啊 抓走聖誕小偷 那活動副本就看過了 這個挑戰副本呢就是一些 一些隊伍接力啊 哦 那個 時間競速都在這裡 哦 那個 考驗副本 四天之塔 四天之塔跑到這裡來囉 哎 四天之塔跑到這裡來囉 然後修羅道副本哦 也在這一個地方 挑戰副本 戰魂副本 好不好 戰魂副本 獨立出來了 獨立出來囉 戰魂副本獨立出來 就趕快去打一下紅寶 打一下賺紅寶石哦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戰鬥啊 戰鬥武鬥場變成一關 好不好 變一關 那冠軍聯賽呢 現在也還沒辦法進去啊 哎 可以進去了 但是我沒有要打呢 我只是進去賺一下那個 因為 冠軍聯賽沒有紅寶石啦 哎呦 哦 這麼快 冠軍聯賽沒有紅寶石會不是很想打 通常哦 我在第一次啊 我都直接跳掉了 我都直接離開 不想打 因為沒有紅寶石啊 沒有動力 不是很喜歡打冠軍賽 那冠軍賽之後啊 會變成兩個關卡 一個是沒有套用覺醒 一個是套用覺醒 那我們就跳出來吧 沒有紅寶石還是不要花太多時間在那裡 打那個冠軍聯賽哦 只是要解那個美日任務啦 好的 那排名賽就這裡啦 這裡就排名賽 好不好 排名賽 那這個正名的戰場跑到這裡來了哦 正名戰場在這裡哦 友誼對戰 要把他拆分細分了哦 好的 那我們的騎騎士已經下架了哦 那傑尼就是綠鼠性紅哦 哇嗚 性感哦 綠鼠性攻擊型45% 莫德雷彈槽20% 這個就是傑尼 好不好 哎呦 這個就是可愛霸主 這三個套卡 哎呦這個大門怎麼沒出來 那這次攻擊 攻擊力增加18 6-38-18% 貫穿率加800 使用主動技30%機率 自身套裝超級護甲 主動性命中時50%機率 造成對方攻擊力100%的追加傷害哦 哇 不錯哦 那還有一個屬性卡 暴擊率增加2.5 暴擊傷害率增加7% 暴擊命中時 中毒傷 中毒汗黑傷害量增加30% 很普通啦哦 就新卡啦 奇怪怎麼 怎麼沒有那個大門呢 可愛大門 跑進來去了 好了這個畫面呢 吼 你假設要把那個隱藏起來的話就按這個 畫面都有這個有一個眼睛有沒有 按一下 他就變成這個整體的 整體的 那你換這 按點這個就是格鬥家更換 看你要選哪三個好不好 三個 那我選這三個都是 兩眼型的哦 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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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啦好不好 秘密商店在這裡啊 現在跑到這裡來了 那交易所直接盯出來就不用再進去按一下了好不好 那製作啊工會啊建立啊建立就是建立那個隊伍啊 建立隊伍就在這裡了好不好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 所以這個 這個UI都變了哦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畫面非常 細緻 好不好 非常細緻 整個UI變的話要習慣了哦 又有一段時間要習慣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 這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那個活動介紹啦 好不好 活動介紹 還有那個 新的那個 UI啊 跟畫面七次的變更啦 好不好 變更啦 那我們冬季 冬戀信使 解你啊 看要不要在明天啊 晚上啊 八點就來抽啊 八點還是幾點 因為我今天就沒辦法了 今天今天就是休了那麼多天 一上班就是一堆事啊 處理公司都來不及了 所以今天就沒辦法跟大家一同直播抽卡啦 好不好 那麼明天然後有機會就看一下我發出來的信息啊 那 那 記得照那個 安排 約定的時間 來 跟我們一起同樂啊 好不好 直播同樂抽卡 好的 那這些以上呢 就是我們那個 12月22號好不好 12月22號 12月22號的那個 聖誕節更新 內容好不好 聖誕節更新內容 都是聖誕節哦 不錯哦 好的 那我們 新活動影片介紹在這裡哦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哦 趕快大家 進來 玩一下新更新版的 K.O.F.O.S.T.A.吧 順便 輸入序號領紅寶石啊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拜拜